这根本不用使劲 随便一卖就卖到黑色了 感觉他们那个腿都会伸过来了 你随便卖一下 我看能卖到哪儿 好了 谢谢 好了 天啊 好了 谢谢 好了 过分 第一题请问张云龙 胡一天觉得自己最帅的地方是哪儿 脸 不敢 再说细一点吧 眼睛 回答正确 请问胡一天 张云龙觉得自己最好看的部位是 眼睛 眼睛 回答错误 张云龙你觉得自己最好看的部位是 红结 红结 那你咋不动一下呢 动了 好 慢一步 请问张云龙 胡一天最喜欢吃什么 他最喜欢吃 他带我吃过横店的一家炸鸡翅 对不起 不对 胡一天并没有带你去吃他最喜欢吃的东西 胡一天最喜欢吃什么告诉龙龙 烤肉吧 最喜欢吃什么好 请问胡一天 假设鱼人井里的水喝了会意识错乱颠倒黑白 身边所有的人都喝了 张云龙会喝吗 黑白 回答正确 龙龙告诉他为什么你会喝 因为我不想当众孤独 请问张云龙胡一天会喝吗 不会 不会 为什么 他想要做那个当众孤独的人 回答正确 喝了 天哪 因为胡一天想做少数人 请问胡一天 张云龙认为他的理想对象 必须要拥有的品质是 善良 绝对对 回答正确 那既然这么优秀 你再加试一题 还能说出一个吗 孝顺 回答正确 如果还有一个你会说什么 温柔 靠近 龙龙希望这个理想对象爱他 好 下面请问张云龙 胡一天认为他的理想对象 必须拥有的品质是什么 有三个 说对一个就算 漂亮 对 不对 身材好 不对 知性 性感 不对 不对 看来张云龙对胡一天的理想对象毫无了解 他不值得去吃烧烤 胡一天你的理想对象拥有的品质是 是 善良 有责任心 还有真诚 对 哇 是 是 有 是 感谢观看